为了让更多长辈走出户外 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联系情感 华联省政府邀请县内长青大学 各校长及代理人召开长青大学座谈会 就课程办理师资种子教师的栽培 及未来展望展开深度座谈 期待能够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 满足长者对求知的渴望 活到老学到老 在高龄化的现代 许多长者持续养成终身学习的精神 为了鼓励更多长辈走出室内 与左邻右舍联系感情 华联省府日前召开长青大学座谈会 邀请包含华联省妇女协会 瑞穗乡老人会 玉礼镇老人会 慈善机修协会等单位 驻课程办理 南区师资 种子教师栽培及未来展望 展开深度探讨 集思广益 今年呢 这位邀请各位校长来 也是希望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彩 让我们的这个课程更加的丰富 当然也要因地制宜 每一个乡镇 由每一个乡镇不同的特色 所以我请我们的这个 张一华副秘书长 也就是我们未来的学务长 他去找更多的这个课程资源 然后未来有一个总课表 可以让大家来这个挑一挑 看有什么新的课程 可以给我们长者来服务 那我想各位在这边 平常我们行政课跟各位来做业务上的引起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县府这边守移处 还可以帮各位做得更好 现在刚刚现场这题的 有没有觉得什么课 我们可以放进来 听话导播让他们看来 觉得比较好 那我们也在做 每间大学开办课程各具特色 而为了因应肺炎疫情 各单位都会要求学员在上课前量测体温 室内空间佩戴口罩 班级人数众多 则以分流来做因应 落实防疫工作 徐政委也期盼自由长征大学课程 辅导长辈学习使用网路购买口罩 免去药局卫生所排队的时间 也能减轻长辈身体的负担 记者长方业华林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